下面請黃國昌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麻煩有請部長 以及桃園國際機場國費有限公司副總發言 好,國際機場我們副總 部長好 其實這個事情我本來在總質詢的時候要問 總質詢的時候光處理 桃園中間機場的事情跟普魯馬的事情就沒有時間了 因為過去喔 這一兩個月 我厚厚的 澄清的連署書 到今天為止 大概已經有幾百份 還不斷的陸陸續續在增加當中 為了什麼事情喔 我給部長看 這個是去年 在韓國國土交通部 針對B&W的車輛 開辦的時候引擎熄火 他們做的事情 8月初四 8月韓國的國土交通部 命B&W遭回檢修 啟動調查小柱 去年12月的時候 韓國國土交通部召開記者會 認定B&W刻意隱瞞 開罰112億韓元 這個是韓國的政府 怎麼樣在保障他們消費者的權益 還有 花了大錢去買車子的駕駛人他們安全 這個是韓國的作為 好來看一下 部長你認不認為 汽車引擎啊 可以說是汽車的整個靈魂 因為它故障而失速的話 是不是會影響道路交通的安全 對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去年 2017年的時候前年了 我們在台灣有一萬多名 馬自達柴油汽車的消費者 買了馬自達的車子 雖然不是B&W 一台都一百多萬 而且柴油車比一般汽油車還要貴 結果呢 結果發現了 引擎過熱 故障失速 然後呢 跟我們的交通部 去陳情 去反應 去抗議 都沒有效 都沒有效的結果 2019年1月 大家受不了 幾百台馬自達的車子 跑到交通部 去抗議 我不太確定啊 抗議那天 部長您上任了沒有 有沒有看到那一天啊 的景象 有剛上任 在他們抗議完了以後 好不容易 拜託他們喔 一年多 要求車安中心 要求車安中心啊 去做安全性的分析 結果 抗議完了以後 車安中心做的安全性的分析說 引擎運作安全與否 不是我們現在 車輛安全法規規範的範疇 部長你會不會覺得太離譜 這個 呃 是不是我們來說明一下吧 那個路正師 呃 報告委員 因為這一個馬自達的這一個 引擎的這一個事件的話 就是說當然就是 呃民眾的陳情的話 已經請車安中心處理 那在去年的12月的話 馬自達公司展開 對不起喔 當每一次齁 你們上來 質詢台的時候 我希望 我們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 針對問題回答 你們拖延了一年多 做了什麼事情 我如果沒有掌握得清清楚楚 我今天站在質詢台上 要你提供這些背景的資訊 是我作為立法委員的私職 但是當我提出了 非常具體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希望你針對 具體的問題回答 叫我車安中心的報告說 引擎運作安全與否 不是我們現在法規 要去處理的事情 這個在告訴我們消費者什麼 引擎出事 起火失事 自己回家燒香拜拜 求助無門 找交通部拖了一年多 結果好不容易逼你們 做了安全性分析 分析出來的結果說 這個沒有在我們的規範裡面 部長你可以接受嗎 這個公司有召回 好 部長你知道去年公司 拖了一年多 大家抗議受不了 終於召回了 召回以後的結果 部長您知道嗎 還不清楚 召回無效 就是召回沒有效嘛 大家等了一年多 召回無效 才會在今年1月幾百台的 那些開了車子的人 白天都要上班耶 特地請假 大家忍無可忍了 跑到交通部去抗議 結果呢 好 除了車單中心以外 你們2019年1月的時候 交通部說 是陸正司那天派了一個專員出來 跟大家說 兩個月 我們交通部會公開說明 說明了沒有 來 這個 跟各位報告 因為就是說 這一個部分的話 了解它的一個 就是說通案性的部分 所以就是說通案性的部分 已經就是說我們 參中性 說明了沒有 對 督導就是說 馬西達公司 說明了沒有 分析 就是整個的一個 安全性的報告 你們交通部到現在都還沒有對外說明 如果你們 不會拖了一年多 忠於消費者 自利救濟 消保官幫助 逼著車商 去做了召回 結果召回還沒有效 拖到今年1月 忍無可忍到交通部去抗議 答應人家兩個月 要對外說明 到今天啊 早就過兩個月了 交通部什麼時候對外說明 什麼時候給這些車主一個交代 你們自己對人家做的承諾 當上揚的小孩喔 這不是你們做的承諾嗎 還是又是媒體做假新聞 結果做出了安全性的分析報告了以後 我現在啊 就直接問了 車安中心做出來的報告 還幫車商去擦脂抹粉 我都不知道 我們的預算 去養一個車安中心 引擎有問題 說沒有規範 招回無效 不敢大聲講 汽車安全性有問題 也不敢大聲講 所有的車主都在質疑啊 我們花錢養這個車安中心要幹嘛 拿來養榮園養肥貓的嗎 實際的功能在哪裡 我最後啊 時間的關係 我就問一個部長 最關鍵的問題 那個車商喔 竟然敢說 這是台灣的道路使用環境問題 你如果不了解台灣的道路使用環境 你車敢在台灣賣喔 這種話都講得出來 來 交通部 願不願意進行安全性調查 我想車安他負責的部分 到底是哪裡 這個當然這個審查的辦法 跟基準的一些 都有啊 所以我今天把汽車安全性調查 招回改正以及監督管理辦法 同仁喔 我白紙黑字秀出來給部長看啊 對阿 但是我要告訴部長的是 你們同仁睡了一年多啦 人家韓國是怎麼做的 台灣是怎麼做的 台灣的車主 被外國的大汽車財團這樣欺負 我們政府軟趴趴欸 我們出錢養的車安中心 結果做出來這什麼報告 能看喔 部長 需要多少的時間 我請同仁 就是來了解一下 因為喔 我想我也不是檢查的專家 那這個 需要多少時間 那個陸正師 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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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 旅行承諾 公開 召開記者會 面對這些車主 能不能做到 下禮拜嘛 你已經拖了一年多啦 從你一月做的承諾到現在 也早就預期跳票啦 我下禮拜喔 要求你 公開召開記者會 把交通部的立場跟態度說清楚 讓所有受害的車主 跟你們直接面對面 可不可以 跟委報告 就是說 他的一個召回改正的話 其實已經有一些部分在處理 當然還是有 就是說部分 少數的車輛 召回改正之後 他的引擎還是就是說有 我老實跟你講啦 沒有處理完 今天啦 我會督導他 你在這邊講的話 大家聽得下去喔 我在輸你啦 下禮拜召開記者會 跟大家公開說明 這是你們當初做的承諾啊 要你們旅行承諾這麼困難嗎 今天站在這邊還繼續在講官話 需要多久 呃 呃 委員我們會好像 呃 需要多久 唉呦 你們上一次 在那邊 關起門來喬 喬一次了 喔我都有掌握啊 怕大家知道 不歡迎媒體去 然後馬自達當天 舉行記者招待餐會 把記者帶到他們的餐會的會場 是這樣在面對台灣的消費者喔 黃偉 你喝個涼茶 消消火好不好 兩個禮拜 可以嗎 你們那個車案中心也太扯了 部長你要換個人嗎 是不是委員那麼重要的事情 這引擎欸 這得了 這蠻嚴重的 有 那你們陸正師你要有作為啊 是 呃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督導 車案中心跟車商 在這個安全性的部分 我想一定要做相關的保障 那對嘛 安全性的分析 安全要做相關的保障 從2017年到現在 2019年欸 市長馬自達啦 編不達不就那個 跟你們聊一聊嗎 怎麼回事嘛 你跟黃偉人報告嘛 是不是這個 關系到消費者的權益欸 兩個禮拜公開回應 兩個禮拜可以嗎 我會請喔 我們陸正師 跟車安中心還有車商 來直接面對 你先跟黃偉人報告一下 看看怎麼做嘛 那兩週內啊 把資訊 整個溝通的過程 不要跟上次喔 躲在YMC那些大樓橋一樣 公開透明 可以嗎 這沒問題 可以齁 好 好 謝謝黃國三委員 回去喝點涼茶嘛 不要太激烈 好啦OK